我是大医生,和我一起学健康,长姿势,人到中年,相对于年轻人,工作上的责任和压力更大,而上身的空间却在变小,多了担忧和迷茫,下有子女要供养,上有父母要赡养,夫妻间的爱情也渐渐变成平淡的亲情,内心很容易产生疲倦,失去激情和热情。 这些长期的负面情绪,很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,进入压健康状态,或者导致各种疾病,导致失眠等等,此时人不注重自己的健康,关心病,癌症,脑促中等疾病便会出现,危及生命。 45到59岁的人,正在遭遇这些危机,古密度下降,35岁后骨质开始流失,进入自然老化过程,绝境后女性的骨质流失更快,骨质流失太快会出现骨质疏松,严重是容易出现骨折。 骨质疏松的发病与年龄密切相关,50岁以上的男性,45岁以上的女性是骨质疏松的高发群体。 2.肌肉减少,50岁时男性肌肉量约减少三分之一,女性约减少一半,肌肉量减少,健康状况会加速下滑。 肌肉减少往往容易出现跌倒骨折等现象,还会促使骨质疏松,关节炎,也会诱发高血压,糖尿病等老年病。 3.关节老化,人的关节就像轮胎,用久了会慢慢磨损,中年时过度的劳累,同时伴随体重的不断增加,这关节造成了更大的压力,加重了关节的老化,重者甚至出现肿痛,发伤关节炎等。 4.奇怪帅老,心脏从40岁开始老化,45岁以上的男性和55岁以上的女性心脏病发作的概率较大,肾脏从50岁开始老化,肾过滤可将血流中的肺物过滤掉。 肾过滤量减少的后果是,人失去了夜间憋尿功能,需要多次讨卫生间。 75岁老人的生活率血量,是30岁壮年的一半,肠道55岁开始衰老,肠内有异性菌的数量,在我们步入55岁后开始大幅减少,导致人体消化功能下降,发生便利和肠道疾病风险增大。 不愿忽视身体的求救讯号,心脏有问题时,呼吸会不顺畅,胸口会门也会刺痛,刺痛的时间是短暂的,一发作几秒钟就过了,最多一分钟。 严重了会从前胸痛到后背高筐肩胛的地方,十天半个月会来一次,三,五个月发作一次,时间越短越严重,心脏不好,会牵扯到左边手臂酸,麻,痛,心脏也会牵扯到颈部僵硬,转动不灵活。 早上起床脏,脖子经常扭到,肝脏有问题时,以下四个现象,不可以有任何一个现象经常颈避发作。 一,右上腹门痛,二,后腰酸痛,三,右肩感觉酸,麻,痛,甚至造成右手举不起来。 四,向腿赶上睡觉时容易抽筋,肝脏出现问题时,我们的身体会产生的现象有,肝脏像拳头一样, 有正面,有背面,正面如果硬化,重大,会挤到我们的内肩神经,内肩神经就会胀痛,如果在背后,会造成右腰酸痛,肝脏不好,晚上睡眠品质会不好,搬来复去不容易睡着。 起床后口渴,口苦,口臭,刷牙食牙银会流血,平常对食物没有兴趣,不吃不饿,吃一点点就有饱感。 走路走个两步,小腿就会很酸,会感觉全身越来越疲劳,手脚也是越来越没有力。 肝脏不好的人,脚会经常扭到,扭到了又跑步了,不小心割伤了,伤口也不容易愈合。 喜欢喝酒的朋友,忽然酒量减少了,或是有久之不遇的皮肤病,周而复食好不了,都要注意干。 肾脏有问题时,当我们肾脏不好,气会不足,血就上不来,因此腰会酸,背会痛,进步会觉得僵硬。 大腿两侧会酸,软,无力,经常发痒,排尿状况不好,贫尿,手脚冰凉,尤其到了冬天特别冰冷,坐也不适,站也不适,走也不适,晚上睡觉不好入睡,好不容易睡着了,一点点生意就会被吵醒。 肾脏有问题时,一、肩膀疼痛可能的症状,六肩经常痛时,可能肝脏有问题,左肩歪痛时,心脏育胃有问题,两肩同时感觉不舒服,脖子经常觉得僵硬时,肯定是消化器关注了问题。 二、偏头痛,逆常感觉太阳学的两边有疼痛的现象,虽然长期求疹,吃药还是无效,可能同时还般有便秘,排便困难或腹性及胃肠胀气等现象,这只要治好消化器关的毛病,自然可治好困扰多时的偏头痛。 三、便秘及腹性,有些人会有便秘及拉肚子同时脚底出现的现象,食欲减退,腹部脏气,胸部有压迫感或心肌,呼吸困难及失眠等现象,可能是满性肠炎,不赶快处理,可能会造成致命的腹膜炎。 四、小肠与淋巴系统,不明原因的疼痛经常困扰我们,若你的咽喉没有发炎,但经常不舒服或疼痛,脖子两侧也经常胀痛,肩膀与手臂外侧也会有不舒服与胀痛,此现象请多注意小肠与淋巴系统。 五、大肠,当你经常觉得口渴,口苦,想要多喝水,而且容易鼻色,流鼻涕,平时没有蛀牙,但牙齿会痛,脖子两侧会张大些,不舒服,无法体重的东西。 以上再告诉我们,大肠力亮起红灯,人到中年,最该防好这两种病衣,中风脑促重。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,全世界每六个人中,就有一个人,一生之中会遭遇促重。 脑促重患者中接近一半的是中青年人,根据美国现状病协会的研究发现,45到64岁的人群,尤其是男性,更容易被促重击倒。 香港著名舞蹈明星刘家辉,58岁是欢脑促重,只有半身不随。 香港TVB资深演员华中男60岁拍戏时突然脑中风,昏迷不醒。 二癌症,乳腺癌,肺癌,截至肠癌及淋巴癌,等癌症,在中年人群的防病率已逐年增高。 创新工厂CEO李开复,2013年9月网络平台宣布患淋巴癌,2015年康复。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主持人罗京,于2009年因淋巴癌去世,享年48岁。 记住18个字,平安快过危险基因,重体检,健康体检的意义在早发现早疾病。 平时健康者,至少每两年做一次体检,选个基础套餐即可。 A,防促重,遵循4加12座筛查,4项主要危险因素,高血压,高症血症,糖尿病基年龄超过50岁。 12项一般危险因素,防产,心脏病,呼吸睡眠暂停,脑促重家族史。 7,大量饮酒,缺乏运动,膳食中油脂过多。 肥胖,男性,牙龈经常出血,牙松动,脱落,缺血性眼病和突发性耳聋。 如果有两项主要危险因素,或一项主要危险和两项以上一般危险因素,建议到进行脑促重刷查。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危险因素,来选择试查项目。 B,防癌体检,乳腺癌,乳腺检查最简单,自检加乳腺专科的检查。 通过乳房处诊,乳腺的超生和木把三项综合检查,可以使诊断率达到90%以上。 胃肠癌,胃经及肠经检查是最好的早期诊断方法。 肺癌,目前肺癌早期筛查的方法主要有弹解,胸部X线,低剂量螺旋克拉,低剂量螺旋克拉是相对较好的筛查方法之一。 二,睡得足,睡得足是好身体的保证。 睡眠不足的人不仅容易肥胖,精力下降,便宜,更易患啊,或吐死。 被阴癌症心内科专家介绍,睡眠不足使人体肠基础于应激状态,不断分泌肾上腺素等激素,会造成血管收缩异常,因此常常会感觉紧张,焦虑,更容易诱发心原性猝死。 在忙也要在晚上23点前睡觉。 三,护好味,保卫遵循二原则,吃上,吃慢,但要吃到七成饱,一口一口保证细夹慢夜。 一般来说,除了鸡蛋羹,豆腐等比较柔软的食物,大部分食物最好咀嚼食物到20下之后再咽下,肉类等货还需增加次数。 四,护骨头,骨头身体才好,护骨利于防止老年複折,减换老年驼背现象,保证老来有一口好牙齿。 A,饮食上,建议40岁后,每天和500毫升维生素B强化低脂牛奶。 B,晒太阳,维生素B最好的来源就是晒太阳。 一般来说,年轻人每周累计晒40分钟,老年人需要60分钟,就能获得充足的维生素B。 五,勤运动,可以使神经系统更加协调,骨密度会继续增加,鸡纤维会更粗壮,并且增加肌肉的储备量。 提高心肺功能,有效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危险,降低高血压,中风和关心病发生的几率,还可以降低患癌症和糖尿病的危险。 对高血压,高血糖等还可以起到反复作用。 A,注意科学锻炼,一些激烈的对抗性运动尽量要避免。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,每天走六千步就比较安全。 广场舞,台积圈和游泳,也是不错的锻炼方式。 B,注意运动负荷,运动后身体最好不会感觉累,但也不出现明显的疼痛和不适感。 休息一晚后,感觉神清气爽教士仪。 6,减减压,人到中年,要调整自己的心态,不要太注重于一些小事或者期望够高。 而应该注重自己的不断成长进步。 家人之间要相互理解和尊重,夫妻间要保持重视亲密的关系。 有了家庭的理解和支持,才能让压力得到缓冲。 遇到困难,还可以大家一起想爸爸来面对。 45岁以后每个人都要嘟嘟刺文,着重预防,保证健康。 有什么想说,想问的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 大医生会及时为你解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